恩典365 3分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这段时间我们在分享圣经里的耶利米书 我还是要鼓励你 如果你时间各方面都允许 我真的鼓励你尽你最大的力量 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 因为真的出于神的话 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 你不要说我读不懂 你真的去读 他会启示你 圣灵会帮助你读得懂神的话 因为他是真理启示的灵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每一次打开圣经 你跟主说 我好想读懂你的话 请你让圣灵帮助我 读懂神的话 祝福你 你可以读到 可以听到 神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好像耶利米的那个时代 神透过耶利米向时代说话 神说我好希望你们听进去 我好希望你们听了之后 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悔改 有一个转向 后面神说 他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头 离开这些恶道 这些不对的这些景况 然后呢 使我后悔 使我可以后悔 不将所说的这些灾将在你们身上 后悔 神会后悔吗 其实后悔那个词的意思是转意 转意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那个做孩子的人一直作弊 一直作弊 然后被抓过好多次 被记了很多次 然后这个宣告说 你这样子 你一直这样下去 你会被退学 你会被退学 你会被开除 但是这个孩子听进去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作弊 那就没有退学了 那就没有退学 因为他没有继续活在 那个作弊的那个问题里面 人改了 神就改 人转了 人转意 我不再作弊 神就转意 不再让开除这个学生 人转意不再行恶 神就转意 不再降灾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他有一个很严厉的警告 那个警告 神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下去 我就使你们在圣殿 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好像释罗 释罗是什么 释罗是当年 撒末尔那个时代里面 敬拜的中心 约会在那里 会目在那个地方 那是一个敬拜的中心 那是一个最神圣的地方 可是当百姓们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 结果呢 结果释罗这个地方被毁了 约会被掳了 以至于神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 现在你们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神所拣选的圣城 所以你们在这里 不管你们做什么 上帝都会容忍我们 不会的 如果释罗可以被毁 约会可以被掳 今天神对他们讲说 不要以为你们在耶路撒冷就没事 其实同样的 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很棒 我们教会很大 我们教会很漂亮 然后我在这里聚会应该会没事 求主帮助我们 神提醒我们 神用释罗提醒当年在耶路撒冷的人 耶路撒冷后来三次被攻破 后来被毁 神也在圣经当中 透过耶路撒冷的际遇 提醒我们这些 以为自己在神恩典里面的人 我们要谨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